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用一颗爆笑的鸡蛋抓一把奇妙的拉面 哇 这东西能吃吗 它当然不是吃的 它是听的 它是九点墙墙棍子 哦 烧哦 嗯 好吃 全体集合 准备出发 跟着我坐上时光镜 挑上微笑的白云 飞进幻想的童话里 七兄弟 金额 还有国王光屁屁 丑小鸭 叶音 驴子说话真神奇 欢迎来到九八新闻台九点前 想问今天节目开始了 十六十三号星期二 晚上九点十二分二十二秒 介绍一下礼拜四 校园特工队请到台北市 长安国小的韩校长来报答 韩校长 OK 这个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有趣的讯息要告诉您 为什么彩虹有七个颜色 为什么小狗汪汪叫 小猪咕咕叫呢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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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麦惊鸣麦惊鸣 全部的答案都在强强棍百科结束 好的 我们马上有个演出 除了这个如果容剧团 还有其他各个剧团 有一个我的好朋友 我们九个儿童剧团 儿童剧团也要演出了 哇 这个名字一听啊 很多人就喜欢 长生不老的秘密 谁都想要知道啊 对不对 都想要长生不老 我们要跟我们的团长 我们黄翠华 翠华联系一下 翠华你好 你好 长江哥哥好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晚安 好的 我们要答应了翠华 一定要跟他好 这好好把他的故事介绍一下 这里面也有我们 很好的老朋友啊 这次这个演出 长生不老的秘密 首先 有一个很重要 爸爸妈妈都认识的一个 大朋友参与这一次的 创作和演出的人 是 是谁啊 是邓志浩 邓志浩老师 大胡子叔叔 邓志浩 我们相信 很多爸爸妈妈都认识啊 翠华呢 刚刚进剧场的时候 他属于是翠华老师级的人物 他很厉害哦 他又能弹 弹吉他 乐器表演 又能唱 又能自己写歌曲 又能够写 演 又能够编 又能够画 还能够画 对 他还会画画 然后呢 他其实 他应该算是九哥儿童剧团 创办人之一嘛 是 创办人是九哥前十年 是由他带领我们 算是一个很重要的灵魂人物 是不是 是 没办九哥十年美好的时光 没错 而且他那时候也带着九哥 以及他自己的作品 跟这个东 这个什么 东欧 东欧 对不对 第二年我们就到没有经费的状况下 就出国了 到东欧 而且不只是如此 他也引进了很多欧洲的 不只是美系的 还有欧系的一些剧团 创作者跟九哥合作 对不对 是的 是的 所以说呢 这一次 这个应该是老仙爵 重出江湖 再度在他自己创办的九哥 在里面做一个很重要的创作 这次常看他这个名字 就知道还不错 长生不老的秘密 邓志浩老师他60岁的愿望 还希望能够为小朋友 他创作一个好看的戏 真的 他们像留胡子的人 很容易显露出他的眼里 对不对 他都60岁了 是的 这个一定要来介绍一下 这次的演出是什么时候 要在哪里 是 这次演出是在 10月23 24 25 在台北市的亲子剧场要演出 台北市亲子剧场 就是台北市政府里面了 对 二楼 我们稍微讲一下 这个长生不老的秘密 能够透露一些些吗 可以的 长生不老是 这个故事是有 他在讲一个皇帝 一个皇帝 他拥有了所有荣华富贵 当然 皇帝什么都有了 但是内心还有一个渴望 什么渴望 那个渴望是 不要死 对 他想要长生不老 我跟你讲 不要说皇帝 路边的乞丐 或者像强哥 任何人 都希望不要死 这个死多可惜 对不对 然后呢 这皇帝他想了什么办法了吗 当然他得到了一些方法 他也得到了这个秘密 这个秘密需要有挑战 需要就是 他只要躲过三次 就是他就可以永远长生不老 可是他躲得过吗 有三次 对 结束 结难就对了 对对对 有三次结难 他躲过这三次 他就可以 长生不老了 这很紧张 这还蛮好玩的 那邓志浩大哥 我们大胡子爷 哥哥 现在叫哥哥还是什么 大哥哥好了 大胡子哥哥 对不对 大胡子哥哥 现在我们都乱了 大大大哥哥 大胡子大哥哥 然后他在里面演什么 他演皇帝吗 他演乞丐吗 没有 他演巫师吗 他演什么 他发挥了他的专唱 唱 因为弹唱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 是啊 太厉害了 是是是 所以他会带着他的乐情 哇 就还有 还有跟他的孩子 哦 他的小孩 第二代 就是 就是父亲带的儿子 然后在舞台边就开始 我们现场在台上演出 好感动 对 他的孩子应该蛮大的了吧 小儿子23岁了 他小儿 大女儿 大女儿跟九哥同年纪28岁 我的天 他小儿子都23岁了 是的 哇 不得了 所以这里演出有真人 还有直头 有有有 还有 撑杆偶 撑杆偶 九哥这个方面是很厉害 在偶的设计上 还有在整个的那个 那个那个气质上面 是有九哥独步武林的 一个好的厉害的地方 所以这次 我我跟你讲 是 那个邓志昊的这个大胡子哥哥 是 当初在台湾台北的这个剧场里面 他的弹唱 然后再加上演艺故事 是 可以算是一绝 太棒了 是不是 这是一绝 所以现在台北 大台北地区的大朋友小朋友 这个你如果还能来看 那真的是一个 这是 这是不要说长生不老的秘密 绝对是幸福快乐的秘密 是 好吧 所以这个是什么时候 你能再讲一下什么时候演出 下个礼拜 10月23 24 25 在台北市 琴子剧场 好的 希望大家呢 一起来支持九哥 然后同时呢 来看看 在表演艺术上面 这个已经累积了几十年 然后呢 过去邓志昊哥哥 在电视 在舞台剧 在大人的这个创作环境中 都是一个这个高手 那这个高手 投身于在儿童剧 其实强哥 做儿童剧 也有受到这些前辈的 一些启发和引力 也希望大家来看到 这次的演出 要支持九哥 要支持如果 都要都要 都要支持 大家都一起努力的 一起努力的 好 加油 好 谢谢 谢谢 好 再见 拜拜 拜拜 好 这是九哥儿童剧团 即将在下个礼拜 要在青子剧场演出的 长生不老的秘密 现在听到这首歌 将会唱的是 Somewhere Only We Know 每次我们选歌 跟我们的主题 都非常有关系 Somewhere Only We Know 某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这听起来蛮悲哀的 比如说强哥 这个礼拜要演 《流浪狗之歌2》 在城市舞台 但是这个地方 只有我自己知道 观众都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很多人碰到我说 哎呀 你都没有做广告 我还没做广告 我只差 对不对 去选总统了 我来申请提名 准备 现在总统也要准备好几百万吧 对不对 好像准备几百万 落选钱嘛 对不对 你落选 真的是 我要是能凑齐那个钱 我就 我凑那个钱 我还去选什么总统 我继续赔我们戏就好了 所以说不能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事吗 不是 我们今天是找了这个乐团唱这首歌的乐团 叫做基因乐团 这首歌的食物 凹得太硬了 你这样凹真的是 选民都会生气 好了好了 不要乱闹了 这个 今天我来讲这个话题 其实还蛮有趣的 因为 刚才讲长生不老的秘密 对不对 现在其实 说实在的 爸爸妈妈 你想想看 现在这种 这种 像邓志昊哥哥 六十岁 六十岁 以前我们小时候觉得 六十岁年纪挺大的 但是你现在看看 其实很多五六十岁的人 这我们觉得是阿伯 或者是 以前我们觉得是阿伯 阿伯 现在都 看起来跟我们年轻人差不多 不是跟我们年轻人 跟你们年轻人差不多 对不对 七十岁 你也不觉得 八十岁 有些人都觉得 顶多六七十岁 你没有 因为为什么 我们的饮食 更卫生 我们的医疗 更好 我们整个的环境更好 但是呢 这个基因改造食物 搞得 强哥有点紧张 为什么呢 常常就贴什么 我们这个非改造 基因改造食物 那你 又告诉别人 我非基因改造食物 那改造的食物 是给谁吃的呢 那有没有人特别贴说 各位 我这特别是基因改造食物 好像有没有人改这样子 那你为什么 又改造基因食物呢 我们很多年前就听说 那个 某知名品牌 那个烤鸡啊 它那只鸡身上有四十几只鸡腿 对不对 基因改造的食物嘛 所以它只长鸡腿 不长鸡 鸡肚子 鸡屁股 而且没有毛 连毛都不用拔 鸡腿长在身上 直接拿来摘下来就可以砸 什么东西啊 听起来都很恶心啊 这到底有没有这些事情呢 强哥以前都有问过嘛 他们说是网络上面的一些 可是 这个我们 对不对 看到早餐店贴这么豆 它的大豆 非基因改造黄豆 那为什么要有基因改造黄豆呢 那谁去吃呢 给猪吃 那猪吃了 不是也会长出怪猪吗 基因猪吗 这就很可怕 那我觉得 这个有些杂志 有些这个出版的 我觉得很有良心 告诉青少年 告诉儿童这些观念 有很多东西都不是呼隆的 都不是骗人的乱讲 对不对 像刚刚讲 不管是九歌龙剧团 还有这个礼拜要演出的 如歌龙剧团 我们的戏也是这样 就不是乱搞 不要乱搞 因为现在大家眼睛都雪亮 所以说这一期的 《科学少年》杂志 封面故事就来制作了 基因改造食物真相 大公开这个主题 我们再次请到 我们的亚欣姐姐主编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亚欣 好的 亚欣姐姐 哈喽 今天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据说上一周 上一次我不在 九歌点解帮我们访问 这个澎湖 澎湖原来跟台湾 是连在一起的 对对对 哇 多好啊 冰河期的时候 那我们去澎湖玩 根本就走过去 顶着开车就好了 走过去就可以了 多开心啊 现在当然已经分开很多年了 但是呢 透过一些化石啊 透过一些啊 还可以表现出来 可以可以 所以这个《科学少年》很有意思 所以你们每一期这个 每一期这个准备这些专题 可能比文学的 辛苦很多 一定嘛 因为文学可能我由内而外 想一想就写出来嘛 可是科学的 你真的要找到 有根据 有根据 甚至有些图片 照片 佐证 对对对对 我们讲的话都是有科学根据的 欢迎大家来挑战 对不对 你不能科学少年乱讲 不行啊 不行 对不对 所以科学少年这一期 这个基因改造实物 大公开 我们很想知道一下 欢迎各位小朋友打电话进来 我们是live节目 还是要接听电话的 讲什么呢 你们家不吃什么 好 你们家不吃什么 对不对 我们家绝对不吃什么 我们家如果谁拿那个东西 妈妈都说不准吃 什么过年送什么香肠腊肉 好像有些家里不吃了 有些家里就严禁吃香肠腊肉 强哥讲了流口水 这是明明知道 里面什么有些销啊什么的 还是觉得对好吃 有些家里怎么样 绝对不吃那个叫做什么 就是吐在那个外面的三明治 那个乳马林 对不对 他们觉得那个叫做 反式脂肪 对不对 有些家里是绝对不吃的 可是有些家里还是一样吃 欢迎各位小朋友打电话来讲一看 你们家里绝对不吃什么 8369 398 8369 398 先首先讲一下 在这一期特别报道里面 我们的封面故事里 基因改造食物的一个最基础的 那为什么要有基因改造食物呢 好 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可能 我们生活在台湾的小朋友 其实是很幸福 我们其实并不会感觉到 全球其实有粮食危机这件事情 就是其实 其实粮食这件事情 从人类 一万年前 或是更早之前 我们需要粮食以来 其实这个东西 它就一直不断不断的在改良 因为人类 人活着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喂饱自己嘛 所以其实 从很早的时候 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说 我们要尽量去找一些食物 对 而且找出那个食物 越方便吃越好 比如说那个果实 越大越好 或者是 越甜越好 对 越甜越好 或者是要把它包起来 免得虫子会咬 会有虫害 对 这个已经很后面 这个已经是有农业技术 所以其实很早很早的时候 我们祖先就已经知道要育种 育种跟基改其实有点不同 但最早的时候育种就是 我这个长得比较 这个的种子比较大 果实比较大 我就把它留着种 那个果实比较小的 我们就把它淘汰嘛 慢慢慢慢 果实大的就被留下来 人工的淘汰 对 果实大的就被留下来 果实小的就被淘汰 那其实这件事情 其实就反映了我们 对于吃比较好的食物的一个需求 那这件事情后来到了 最近的二三十年 就是开始有基因工程的出现这样 那基因工程 就科学家真的是很厉害 他们就说 哎呀 你要好的食物的话 其实你不需要育种这么麻烦 因为育种你种下去 你要等它长大 然后万一不好 或是不够好 你可能要种很多袋 才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那基因工程的话就是 这个作物里面有我想要的基因 我有办法把那个基因 就只有那个基因 我把它拿出来 了解 放到稻米里面 或是就是放到 我们要吃的食物里面 那应该很好啊 既然这样讲话 我是有一种工程很厉害嘛 以前我只能说 这个好的我去吃 坏的我不吃 现在我可以把所有好的东西 全部加起来 变成一手好牌 对不对 有点类似这种概念 没有错 全部错的最好的 这个为什么 那基因改食物 为什么有一些 好像大家很担心的事呢 其实基因改作物的利益 利益真的是好 很好啊 就是科学家一开始 确定说我们这个工程发展出来之后 他们就想说 其实大家看粮食这件事情 不要只看说我们要好吃的粮食 粮食背后有很多的 就是更多的问题要解决 比如说有一些地方 土地很贫瘠 它原本种的粮食 它种不太起来 那我如果 比如说稻米好了 本来这一块地 不好种稻米 它可能盐分太高 那我如果把这个稻米 里面植入了 让它能够抗炎的基因 那它在这块土地就可以种了 那这件事情 其实对那块土地上的农民来说 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有可能会改变它的一生 就是在它的生活上面 或是各方面 而且因此的关系 以全球来说的 作物的产量也会 就是受到 就是会比较高嘛 那对于全球的粮食危机 这件事情 其实它算是一种解法 就是比较不会有饥荒嘛 比较不会 对不对 我们自己做嘛 对不对 对 理想上来说的话 但是理想上是不是会有 突出呢 会不会出现魔鬼终结西瓜呢 这个时候 或者是 对不对 生化机器木瓜 对好 目前为止 等一下等一下 小朋友已经要打电话来 跟我们讲 他们家是不是有 魔鬼机器香瓜 这一类的 魔鬼终结 瓜子 好我们来接 潘子静 潘子静你好 嗨 嗨 你们家什么东西不吃 羊肉 羊肉 妈妈 羊肉和什么 羊肉和牛肉 这是基于宗教 还是基于口味 还是基于什么原因 宗教 宗教 家里不吃牛和羊 但我不是宗教 你不是宗教 那你是什么 就是不喜欢那个味道 是不喜欢吃那个肉 但是我不是宗教 我懂 我懂 你是小朋友 但是家里面 他从小就是 我们也有一些朋友 他从小 我们也可以讲 就是说 你从小 就做些什么事 像这个就是 因为家里面 有宗教的关系 慢慢就不吃 像强哥小的时候 比较少吃甜的 因为我的长辈 他有这个糖尿病 所以家里就很少糖果 结果 强哥对甜的 就没有什么特别感觉 不是每个胖子 都喜欢吃蛋糕的 对不对 好 潘子静 家里面 长辈 家人可能是因为宗教 但他自己 就是不吃牛肉跟羊肉 好吧 谢谢你哦 拜拜 拜拜 哇 收集到一个资讯 你呢 你有什么有趣的资讯 可以告诉我呢 来 李嘉千 李嘉千你好 你好 嘿嘉千 那你们家不吃什么呢 人家说 这人不能吃亏 对对对 你看看 家庭教育多重要 那我先问你 什么叫吃亏呢 什么叫吃亏 我不知道什么叫吃亏 但是我不知道 怎么解释 就是本来让你去选班长 后来不让你去选班长 这算不算吃亏 对呀 也不见得 我告诉你 强哥还不见得 想做班长 那做班长累死了 对不对 什么好吧 你这样就说好吧 你要争取到底 我告诉你 好 好 开开玩笑 李嘉千 所以很有意思 我们下次来讲 你觉得什么叫吃亏 对不对 因为 对不对 明天 明天就来讲 什么叫吃亏 因为说实在 大人都会跟小朋友 讲一些词 什么叫吃亏 什么叫吃亏 我不知道 没关系 明天我们大家一起来讲 你觉得什么叫吃亏 好吧 你可以再打电话进来 问问一下你爸爸妈妈 问一下妈妈 妈妈我好 我不吃亏 那什么是亏呢 对不对 我不知道亏是什么 那你告诉我哪些是亏 什么叫亏了 好吧 好 谢谢你 李嘉千 谢谢 拜拜 拜拜 太可爱了 我们外面的姐姐 连亏都不会写 我告诉你 我特别会写 因为我们这一次做的 流浪狗之歌二 可要亏的 我真的是 吐血 儿童新闻 听厂长哥哥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听见全世界 我怎么拿到什么东西 还好 一想到要亏这个事情 真的是 好 没关系 虽然天气渐渐转凉了 可是疾管署就呼吁了 目前仍是肠病毒 疫情流行期 悬灵前 婴幼儿 尤其是重症的 高危险群 家长以及照顾者 应特别注意 个人卫生习惯 和防护的措施 并且留意 婴幼儿是不是有重症 注意 重症还是蛮危险的 这个疾管署就提醒 肠病毒传染力很强的 家里面有婴幼儿的民众 要注意自身和幼儿的 健康的一个状况 落实正确请洗手 戴口罩 保护措施 如果家中小朋友诊断 有这个感染肠病毒 赶快 要避免 与其他的婴幼儿 幼儿 幼儿接触 免得交叉感染 注意 有什么状况 你听 各位 嗜睡 意识不清 活力不佳 手脚无力 另外一个叫 激抽月 就是无故的 好像疼到 或者突然觉得 肌肉收缩 还有持续呕吐 呼吸急促 这种心跳加快重症 以把握治疗的契机 讲到这些 这谁看到这些东西 都觉得有问题 可是 你说 会不知道吗 会 因为有些大人 可能忙碌 或者是他在 做大人的这些事情 他根本忽略了小孩 你都已经在那抽搐了 你还是没有发现 所以大家 所以也就是 有的时候真的 有些孩子们的状况 真的是因为是大人的状况 所造成的 好 另外很多小朋友 还有些大人 喜欢玩什么 Mine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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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当个创世神 这我都不知道 在游戏里面 自由自在 创造了自己的世界 那国外有个网友 在社群网络 分享她妹妹 所建造的世界 大家 哇哦 都好惊讶 这个美妹 其实也患有 轻微的自闭症 她通常在病症 发作的时候 会透过玩 这个Minecraft 然后游戏来 来缓解 有一天呢 网友哥哥呢 决定偷偷看一下 美妹在里面做什么东西 你看哇塞 有超惊人的王国 在美妹的王国当中 首先看到的 就是一大面高大的 广阔的一个城门 里面有黄金的道路 通往国王国的 有六个主要的区域 在这个独特的王国当中 美妹依照了 不同的材质 打造了不同的村落 同时还建造了 一个壮丽的一个城堡 城堡里有 宽阔的一个大厅 两座跳舞的厅堂 晚宴厅 花园 剧院 甚至城堡旁边的森林里面 还有女巫的家 整个想象力和构造力 都让人家吓到了 叹为观止 原来美妹的脑袋里 有一个如此丰富的世界 让人都想 在她的王国里生活了 各位 看过咱们 如广人巨蛋一个戏 叫做齐尔镇吗 讲的其实就一模一样的事 当初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别人还说 你在讲什么 我们听不懂 妹妹 你的故事 证明了强哥 原来想象的故事 9点38分30秒 我先听到流浪狗之歌 1的音乐 我觉得真的很传唱率很高 很好听 但是这次流浪狗之歌 2 等你的音乐 那个音乐性的丰富度 也真是不雅于第一集 我觉得真是值得一听 一看一听 非常丰富 现场有乐团 然后一个小的乐团 但是整个音乐的编制 配乐 我真的是觉得气氛也不一样 故事的丰富度也不一样 希望大家一起来见证 如工人剧团的成长 好的 讲到这个成长 我们就想说 如果说 刚刚讲的基因食物 这一切都很好 工程师在设计 这个很好 到处都长很多的食物 大家就吃就好了 那为什么好像有些疑虑呢 对 刚刚讲到强哥这边 有一个疑虑说 会不会长出魔鬼般的西瓜 我想要讲说 就是其实基因改造的工程 并不会产生魔鬼 或者很恐怖的西瓜 或玉米或番茄 不会有这种东西 魔鬼通常都是人 搞出来的 对 我想要讲一个 孟先生的故事 谁是孟先生 孟先生 就是说 自从基因改造的 这个技术出现之后 就有一位孟先生 他就看到了这个技术 那他是一位商人 所以他看到这个技术之后 他就很开心 那他开心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 商人眼中只有钱 对不对 所以他就发现说 这个东西有利可图 所以事实上 这个孟先生 他后来 他把这些基因改造的技术 都掌握在他的手里面 他把所有的种子 通通都买下来在他手里 就变成说 你现在全世界 如果你想要种基因改造的作物 你得跟他买种子 而且我们都知道说 种出来的作物 好 我跟你买一次种子 那我接下来这个作物 它生的种子 我是不是就可以种 所以这个孟先生 他也发现说 那这样你就不用跟我买啦 所以没有 他就 他用了这个基因改造的技术 让他的种子 没有办法 第二代不能再种 就变成你农民 得一直跟他买 你一直跟他买 一直跟他买 然后呢 这些种子 全部都掌握在 这个孟先生手上 他要卖你多贵 你 你没有办法 因为他垄断 所以这个孟先生 他就 因为其实事实上 因为孟先生的关系 全世界目前有很多反基改的浪潮 其实是朝着这个孟先生来的 因为孟先生这样的做法 没有让基改 就是为我们带来 我们刚刚讲的那种理想的 美好的生活 反而是这些农民的生活 并没有改善 反而是钱都进了这个孟先生的口袋里面 所以 不会 真的有这个 这是讲是真的 你这不是儿童剧啊 真的有一个孟先生 他是一家公司啦 只是我把它化名 但是你为什么 叫说孟先生 没关系 这是真的是 这是真的事情 那他为什么这么厉害 他可以得到这些种子呢 为什么 我们不能够 好的人 为什么不能做更好的种子呢 他是一个大企业啊 他非常有钱 然后他 就是把这些东西买下来 你要知道就是因为现在其实 全世界的人 其实很多人对基改食物有疑虑 这件事情其实会有一点点的副作用是说 因为大家对基改食物有疑虑 所以事实上 基改食物要上市之前 他必须通过非常非常多的安全检查 什么安检啊 毒性啊 什么营养价值 什么东西 必须经过 那这些检查都是要钱的 所以 要够大的公司 如果没有像孟先生这样子的公司 就没有办法通过那些 就是你要有够 你要够大的公司有够多钱 才能够做这么多安全性的检查 你这个故事太有趣了 我一定要弄成儿童剧 让人家看 原来真的有这种事情 有有有 真的有这种事情 这个就是因为他有钱 他能够掌握这个 你怎么样从一般实验室里面 成为一个量产的东西 对 因为要量产 一定要企业进来帮忙嘛 太可怕了 孟先生就 对对对 所以事实上 现在 那各国没有 国家他们不懂得这个政策吗 把这个东西解禁 不要让人家这种托拉斯 这种厉害的人掌握 没有办法嘛 这个孟先生 他在很早的时候 他其实就把这些基因改造的东西 他拿去申请专利 所以现在专利都在 变成他手上 对 变成都在他手上 你看看是不是莫名其妙 所以现在等于 等于那些基因改造作物的种子 都是从孟先生手上出去了 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等于掌握在他手里 那这个是 基因改造作物的 我觉得魔鬼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我也想要讲一个 天使的故事 就是事实上呢 有另外一位 德国的科学家P先生 因为他名字 第一个字是P开头 那他其实一样 同样在基因改造的工程 出来的时候 因为他本来就是研究这方面的 那他就开始想说 有了这个工程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 用来帮助一些 第三世界的基因 因为事实上在非洲 还有很多东南亚国家的小孩子 因为很穷 他们吃不起营养的食物 所以他们其实 很多时候他们只能吃稻米 就淀粉类的东西 那他们其实会长期缺乏维生素A 那我们知道缺乏维生素A 会就是夜盲症 然后那个皮肤会角质化什么的 所以这个 这个科学家他就努力 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 去研发出稻米 然后那个稻米是可以累积 胡萝卜素的 那胡萝卜素就可以提供我们 维生素A 他就非常希望 我吃米就等于也吃了胡萝卜 对他非常希望这个东西 可以量产 他甚至成立了一个公司 然后结果后来他甚至于把 他不像那个商人那样子 他是直接把这个专利直接释出 哎呦好棒 然后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来种这种米 来解救这些 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的基民这样 但是就是 要讲很不幸的结果 是这个米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上市 为什么 因为 他免费 他不要 他释出让大家做 还是没有上市 没有上市 因为受到 因为反基因改造的声浪 强哥应该也知道 就是在全世界都非常大 所以事实上 这个东西从一开始的时候出来 大家就反对他 那他遭受到太多太多组织的反对 所以到目前为止 他只有在2011年的时候 有在菲律宾实验农场里面试作 那到现在都没有量产 那事实上在前几年 一直到前几年都 就是有人去访问这个P先生 也是真有其人 去访问这个P先生 这P先生已经快要80岁了 他就有点哀伤的说 他不知道在他 有生之年看得到 有生之年 对 能不能够看到自己的愿望实现 就是让这些 这个叫做黄金米的东西 有生之年 能不能够看到黄金米量产 那这个是基因改造作物的另外一面 这样 我想要表达的是说 其实技术这件事情是没有对错的 其实是看使用的人要 怎么去 怎么去运用它 这样 它可以很好 也可以很不好 那大家不要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对基改 就听到就往后退三步 这样 然后也不用一开始就 把它就是大力的赞赏 我们应该是去了解它 然后用对的方式去用这个技术 这样子 没错 如果大家有科学的精神 就不要人云亦云 是 有科学的精神 就是用证据来说话 是 这就是这一期科学少年 要跟各位爸妈妈 尤其小朋友提醒的 如何在基改食物 这样的基改作物中间 我们学到科学的精神 去创造真正健康 而且没有伤害的未来 亲密日记 星期二 铃铃肚子 今天的我 今天有过开心吗 今天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9点48分 是次四秒 我来接陈一家 陈一家你好 你好 你好 今天开心吗 开心 有什么开心的事 快告诉我 练球开心 又练球 今天练什么 羽毛球 棒球 棒球 为什么练棒球 有什么开心的 就是 发现自己丢比较远 你做投手 不是 就是 发现 教练间测球数的时候 发现球数变快了 你几年级啊 五年级 五年级还测球数哦 你有球数机哦 有啊 学校 教练有 哇 你们这是 这是 现在是 什么时代 强哥 我还记得 我小时候五年级的时候 就在十字路口上 打那个 用豹子 然后 K K软的那种球 哇 你们已经 用到球数机哦 嗯 那你的球数是多少 72 72啊 哇 相当厉害啊 也不要太吹球数 你现在五年级嘛 都能把你手给吹坏掉了 没有意思嘛 对不对 对 你还是要 对不对 你整个身体 你有四肢嘛 你不能只有你右手 或左手特别强啊 对不对 对 还是要整体的重量训练 整体 而且你心里 这个年龄也不要到什么重量训练 还是每天吃点鸡改食 今天不要讲什么鸡改 吃点有营养的食物 懂不懂 懂 有没有听到我们今天讲的 有 那你们家有什么东西不吃吗 我都不吃鸡肉 你不吃鸡肉 因为不喜欢吃 你不喜欢吃鸡肉 为什么 就只是不喜欢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不喜欢 然后就觉得 它的肉怪怪的 哦 是 台湾市也常讲说 鸡有打很多那个什么 什么抗生素啊 生长素 生长素啊 鸡又一直被别人 有这样子的一个质疑 所以未来科学少年 可以在这些部分 其实好像你们有做一些 像这种 似是而非的一些事宜嘛 对去追踪一些 要跟我们一些多注意 我觉得这种 这种 这个题目我们可以 找时间好好研究一下 对不对 因为这其实我们很关心 是 像你讲的鸡肉 强哥就听到说 什么还有鸭肉 说也不好 什么有怎么样怎么样 还很多重金属什么的 都是大家以鹅传鹅 所以说也许透过 科学少年 我们主编和众多的编辑 记者多去 还有一些写作的 大哥大姐姐 帮我们去收集 好的 陈一家 希望你很健康快乐 球速越来越快 身体越来越好 心情也越来越好 而且每天都要听 什么节目啊 正确选择 看到了没有 多厉害啊 那你礼拜五六日 会来看我们的戏吗 没有门票 没有门票 没有门票的意思 你知道怎么样 可以取得门票吗 就想将哥哥送我 我不相信小孩会做这种事 你旁边是不是有大人 没有 你不要骗我 你旁边是不是有大人 真的没有啊 你爸爸妈妈 现在又在看电视啊 对啊 所以我昨天送了两组 就你没送对不对 对啊 这我就对不起你 那我送你一张 好啊 一张 你会来看吗 两张才有可能 对啊 两张 那另外一个谁来 他们两个不都要看电视吗 妈妈说 如果门票应该陪我来 你说什么 妈妈说 如果门票会陪我来 妈妈说有门票就陪你来 不管 你要跟妈妈讲 明天陪你听节目 然后明天call in进来 我就送 而且我要听到妈妈的声音 不能每次都你一个人可怜的 在那边听节目的爸妈 在外面看 最近外面在流行什么连续剧啊 不知道 不知道 对啊 小朋友 我妈妈在干什么 政治节目 看政治节目 急什么呢 还有一百天嘛 不要急嘛 放轻松啊 这一百天我们都别活了 好不好 这个礼拜五六日 下个礼拜五六日 对来出来看个戏嘛 好不好 好 那明天等你电话咯 好 谢谢你 拜拜 拜拜 今天也非常 谢谢姐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 这一期的科学少年里面的资讯 那也告诉我们 如果各位想要知道更多 而且里面更深入的话 也就看这一期的科学少年 也要谢谢我们的主编 亚欣姐姐 谢谢您 谢谢 谢谢强哥 亚欣姐姐好厉害 她是物理系的 读物理很难吧 真的蛮难的 真的 我想到我高中读物理 我大学还读了一个基础物理 大学的物理 我觉得比高中难很多 都快吐了 后来还有电学 力学 对 天哪 这简直是 哎呀 好的 佩服你 希望你有机会 再把科学少年里面的知识 我们生活科普知识 带给我们 好不好 一定一定 OK 谢谢您 我们也听昨天的故事 谁的功劳下集 谁的功劳大 下集跟各位说 晚安 哎呀 快十点了 大朋友小朋友 是不是上床睡觉了 北国奶奶 还早呢 哦 还早啊 那你们想做什么呢 听故事 对 对 听故事啊 从前 从前 哦 怎么又是从前 对啊 又是从前 哎 故事不一样嘛 可是开始 当然都是 从前 从前 谁的功劳大 下集 昨天说一个故事 没说完 今天继续说 就是为何 叫他们两个吵架了 为说他不吸收 食物不消化食物 那脚就没力量 脚就说 我不走路 你也没办法到哪里去 哦 他们吵架了 两个人冷战 谁都不服谁 那后来呢 第一天 过去了 胃呢 觉得有一点饿 但是 还可以接受 第二天 哎呦 胃开始难受了 哎呀 他听到什么 他听到自己啊 里面发出啊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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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 哎呦 胃很想跟脚说对不起 就希望脚啊 能够走一走 移动一下 哎呀 让他能够吃到东西 哦哦 脚呢 就故意摆着一张臭脸 根本不愿意弹河 这让这个胃啊 也不好意思拉下脸来 跟他说对不起 握握手 那 继续咬着牙 继续忍受吧 到了第三天下午 哎呦 这个胃啊 实在忍不下去了 他就用微弱的声音 跟脚说 脚老弟啊 我我认输了啦 我承认 我比不上你重要 我们谈何吧 这脚啊 听完以后 他露出胜利的笑容 怪怪的哦 他的脸色好像 也不太好看了 这胃又赶快说 小老弟啊 快点带我到餐桌旁边 去吃东西啦 我已经快受不了了啦 好好 没有问题 脚啊 回答的声音也是很微弱哦 这脚打算站起来 哎呀 发现自己全身软啪啪的 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这个时候脚才发现 其实他和魏都没有比对方强 只有互相合作才能生存呢 哎 在一个团体里面 每一份子都要互相帮忙 同心协力 才能有共同的生存发展空间 咱们